最新消息在以来关心行政院长江仪华的关底门口 今天上午发生了这个激烈的抗议 乐生保留自救会在凌晨6点 就在民众上班的时间堵住了江回家门前的向导 要求要向江仪华当面成行 遭到了警方驱离 现场气氛十分火爆 礼拜一清晨6点多 乐生保留自救会在行政院长江仪华门口成情抗议 小小的巷道也被紧得水线不通 车辆难以进出 上班民众急得跳脚 但抗议人士还是坚持做到底 警方游行却没依法申请 警方被迫动手裁人现场气氛火爆 来你们妨碍报复 股房威脸 全民警长股房威脸 坚持向隔回降话当面成情抗议人士 甚至直接躺在地上拒绝离开 警方驱离总计13人被带走 这种包围隔回关地的激烈抗议行为 也因为没有采取隔八手段 难以获得社会认同